能大快朵頤的享受食物 是许多人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动物也不例外 德国的科隆动物园 在保育员的头上装上摄影机 拍摄到许多动物 进食时开心幸福的可爱画面 以及和保育员之间 充满默契的互动 带好摄影机 拿着长颈鹿最爱吃的树叶 慢慢靠近 长颈鹿便迈着优雅的步伐 前来享受美食 为了让民众了解保育员的热心 和工作的秘籍 德国的科隆动物园 特地在保育员的头上装上摄影机 从保育员的角度 捕捉到许多人与动物之间的珍贵镜头 通常只要拿着饲料 小动物们就会开心地蜂拥而上 争相要着食物 但对于比较害羞的动物 就需要保育员无比的耐心 慢慢诱导 年年夏日 大象最需要的就是清凉消暑的水 除了解渴外 还可以冲洗身体 在保育员的指令下 巨大的河马乖乖张开大嘴 对于凶猛的狮子和老虎 保育员喂食时还是要隔着铁栏杆 并且用夹子喂食以侧安全 这次看到食物飞奔而来的 是鹰姿焕发的老鹰 而嘴里塞一个苹果还不够的 就只有沸沸了 喂食动物虽然是保育员 每天例行性的工作 但同时显示人与动物间 良好的默契与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是需要长久相处才能建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